然後這個是要去證明 X趨近到從領的正面 從領的正的部分趨近的時候才會到負無窮大 然後這種到負無窮大的 就是趨近到正負無窮大的那個 Limit他有比較簡單的定義 你可以先由圖形來判斷一下 他是越來越小 所以他的Limit是 就是他那個極限的嚴格的定義是講說 你對於任何一個負的數字 假設叫做大N 你一定可以找得到某一個Delta 使得 所有比Delta還小的這些X 他所對應的函數值會比大N還小 這是他嚴格的定義 也就是你這個大N如果取得很小很小 你還是找得到那些X 比他的函數值比大N還小 這樣他就會取定到負無窮大 所以他嚴格的定義是 你可以先抄一下 就是 對於所有的大N 小於0 你一定會存在一個Delta 那因為你是從0的 就是大於0的部分 逼近嘛 所以Delta要大於0 那這個小於0是因為取定到浮雄大 10的 如果 如果 x 如果在0到Delta之間 那麼可以取得 Fx 會比你取得N還來的小 會比你取得N還來的小 那證明就直接按照這個定義去證 所以說 大N小於0 存在Delta 一樣 先把它控出來 他必須要是正的 然後使得 x在0到Delta之間 先 那要 推得 NatureLogX 大N還來的小 那一樣他是用反推 你就在旁邊計算一下 要達到這個結果 前面必須要從哪個階段推過來 NatureLogX 小於N 表示 你的x會小於 Itspotential的 N 所以 x只要小於它 那麼 NatureLogX就會小於大N 所以 你的Delta就假設成 Itspotential的 大N 那即使N是很小很小 他永遠還是正的 因為指數 指數一定是大於0 所以 x小於Delta Delta等於 Itspotential的 大N四方 他就推得 x小於他 NatureLogX 這個小於 NatureLogX 好 這樣就結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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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六題 2.5的第六題 它是一個還蠻簡單的題目 它要你畫出圖形 就是畫出某個函數的圖形 然後它在x等於2的時候 它是jump discount的另外一個題 然後x等於4它是remotable 那這兩個定義要先搞清楚 jump它是由某個函數到這個點之後 跳到另外一個函數 remotable是只有在單點的時候 它跳開了 它左右還是相同的函數 所以 2就是4 所以在2這個點 它的兩側是不同的函數 所以可以這樣畫 2的時候跳到上面 繼續 然後remotable是到4的時候 只有單點它是重新定義 它跳開你可以把它畫在這裡 所以你有很多種圖形可以畫 那這只是一個例子而已 只是一個例子而已 那接下來下一題 第18題 嗯 它要你去 它給你fx這個函數 然後 說 A等於1這個點 它是不是 它為什麼是discontinuous 那不連續有很多種正法 那不連續有很多種正法 你要嘛就說它極限值不存在 不然就是它極限值存在 然後不等於上去 就是這兩個 所以你可以 不管哪一個都要先去看它的 極限值是多少 所以你先去看 x-1 那這個很容易就因式分解 上下都有x-1 所以消掉之後 它是x加1 分之 x 所以把1帶進去是2分之1 那很明顯它不等於f1 它會是1 所以它極限值存在 但是不等於函數值 所以它不連續 然後再來 第二部分 它要畫出它的圖形 那 這個圖形 它旁邊沒有一個那個 畫圖的符號 就表示你要動手畫 有一個 畫圖符號的像 29到30 那個提號 左邊那個 那個符號 有這種符號 就是要 用一些軟體去畫 那第18集 它想要讓你動手畫 動手畫 等於1這個點 已經沒問題了 它 函數已經給你了 那其他的呢 首先要先去看 分母它有可能會等於0 那等於0是比較麻煩的 所以 第二部分 你先去看 開始趨近於 -1的時候 它的函數值會是多少 那你發現 你把-1帶進來 它會是分母是0 然後分子是-1 好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分 從-1的左邊 曲徑還是右邊 因為曲徑是0 它可能是 比0還小一點點 又可能比0大 然後影響到 它的正符號 所以它會 如果x是從-1的左左邊 一邊曲徑這個是負的 這個是負的 這個是負的 所以它會變成 負雄大 從另外一邊曲徑 它會變成負雄大 然後再來 Fs 曲徑到正部無窮大的時候 極限指揮的多少 一樣 就等於是對這個取極限 那 無窮大 這個 可以嗎 它會等於1 負雄大 也是一樣 會等於1 你就 對這個分數上下通除x 之後把x等於正負雄大帶進去 所以 這裡就有 足夠的資訊可以去畫圖了 首先 x等於1的時候 函數值等於0 要等於1 然後 然後 x等於0的時候 函數值會是0 所以已經知道了2點 然後再來 x趨近於-1 從左右兩邊 一個是正無窮大 一個是負雄大 所以 所以 趨近到-1 的 左手邊 它會到無窮大 所以這邊會變成-1 會是它的垂直的那個 先進線 到-1 會 從左邊會變成 正的無窮大 從右邊會是負的無窮大 然後再來 x趨近到無窮大的時候 函數值 會B 近於1 所以 大於-1的時候 又要通過0.0 遠點 之後 B 近 到 1 這個 水平線 但是 第一小題 跟我們講說 這裡是跳開的 然後再來 x趨近到負雄大的時候 它也B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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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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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